美國考量到3月可能會溶雪 是看天氣 所以是氣象聽著預報 溶雪的話會造成裝甲部隊的運輸 有時候會卡住 所以他們認為俄羅斯不會拖到3月 如果真的有軍事行動的話 那可以16 17 18 19 20 所以他認為是會往前 大概兩個禮拜 他還有說要在東澳結束之前 俄羅斯從未講過 那都美國講的 而且還有禮拜三 我看俄羅斯的國防部長還說 歐洲人打仗 我們沒有選禮拜三的 這為什麼 不 16號事實上是拜登講的 那拜登本來講話就 大家都可以參考參考 他是美國總統 所以後來布林肯 全世界的老大 布林肯後來有修正 他說不一定哪一天 16 17 18 19 20 他就是大概就是那段時間 那顯然他的情報 就是認為3月會溶雪 所以俄羅斯如果真的要採取行動 應該會在2月 在溶雪之前 如果真的有軍事行動的話 所以這個軍事行動的研判情資 是來自於氣象廳的預測 這會不會太扯了一點 因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是地面作戰 而且他主要的就是裝甲部隊 而且事實上那個地方打仗 本來就是靠裝甲部隊了 所以這是事實啊 所以天氣預測是最重要的 事實上你去看那個1941年啊 就是這個巴巴羅莎計畫 德軍納粹啦 去打俄羅斯啊 他是6月出兵喔 結果9月碰到超級大雪 那他也是估計錯誤啊 結果超級大雪就讓他的後勤被阻斷了 結果拖到11月他就淡盡良絕 就人力跟糧食補充都上不來了 那那一次也是天氣救了俄羅斯啊 就是9月到11月沒有想到會有大雪 所以德國才會6月出兵嘛 就是開始部署巴巴羅莎計畫 然後開始出兵 那所以俄羅斯也是一樣嘛 他就是他佈局是去年12月21號 下最後通碟 那他就是認為12月到2月積雪很厚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做裝甲作戰 所以都算過啦 當然有天氣因素啊 怎麼沒有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天氣很重要的地區啊 所以很多這個地面戰爭 氣候因素往往會影響戰局盛版 你那說冰雪地帶啦 不只啊 以前這個中國的這個三國時代農務 本來就決定了戰爭 那農務更難預測 對不對 就比這個冰雪更難 這還要神機妙善 不過農務會散開啦 當然就是當天那個還有另外一個是起風啊 那赤壁戰就是這樣嘛 真的風向 對阿亮 不是 朱格亮啦 不是阿亮 也是 你也是也是 朱格亮 你都吹一下就轉向了 風向轉向了這樣 對啊 不管是日本的古時候的戰爭 中國古時候的戰爭 對啊 蒙古打不下日本也是有神風嘛 對不對 都是有一些奇怪的天后 氣候因素 不過呢現在到底是不是要打美國好像說俄羅斯說他開始撤軍 白俄羅斯軍演結束之後就把這個軍隊調回去喔 美國一直說不能相信啊 他說呢要有證據 可是他說2月16號的時候也沒拿證據給大家看了 可是今天有有有 像今天金融時報跟紐約時報同時登了一個證據 就是說他發現他還增援了7000人 對 這是今天拜登又說的嘛 他事實上 他沒有撤兵 他是撤白俄羅斯的演習的部隊 可是烏克蘭邊境的部隊並沒有撤 克里米亞的這個黑海艦隊也沒撤嗎 沒有撤 所以他是撤白俄羅斯的部隊 主要啦 我講主要啦 那另外我猜他也在輪調 這個就好像 那個解放軍的軍機來台灣也是輪調嘛 不會說都是幾個空軍聯隊 一直在那邊飛嘛 所以機種一直換星就對了 俄羅斯的部隊絕對不是只有十幾萬人嘛 所以他也在輪調啦 那 你說有人走有人進來 當然是這樣啊 所以不算撤軍 呃 這是美國的看法啦 那為什麼不是撤軍喔 因為還沒有真正定案嘛 現在是這樣啊 就是我們首先是看到 馬克宏去了俄羅斯 然後再去烏克蘭 然後傳了一句話嘛 說普京不會提高升高態勢啊 然後後來就我們就看到那個烏克蘭的住院代表說了 說我們可能就不要申請參加北約了 那塔斯社在當晚做了回應嘛 說你只要不申請參加北約 那 俄羅斯之間的安全對話就可以重啟啦 這個是馬克宏的部分 那因為馬克宏4月要選舉 那普丁也給他面子啦 就是說他回來傳話給 Zelensky說不會升高態勢 俄羅斯沒有否認 沒有否認 那後來法國外長又給他延伸了 講了一堆有的沒的 說什麼 不會再有軍事行動 對 或說不會有演習 都沒有了 那俄羅斯就否認他了 那個就要講過頭了啦 你不要抄議 你不要抄議 說什麼我們連演習以後都不會有了 這個講過頭了 那後來我們知道蕭茲又去了嘛 也是說在那個施工時長 對對對 所以不是只有對馬克宏嗎 可是蕭茲是先去烏克蘭 這個貓膩就在這 喔 哪裡不一樣 蕭茲先去烏克蘭再去俄羅斯 那聽說啦 這個蕭茲也沒有否認啦 蕭茲直接跟烏克蘭講 說你不能只say no這樣啦 因為 你那個烏克蘭要加入北約 你2019年已經給人家入憲了 現在寫在憲法上 那你這個2019年這個憲法 沒有處理 那即使你施林斯基卸任 後面的人還是要依憲法要幹這件事啊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他希望烏克蘭能夠承諾10年 不申請 就類比那個魁北克公投啦 魁北克獨立公投也是10年為期啦 他一次沒過就 10年後才能夠再提 那這樣就可以穩住局勢至少10年嘛 那 施林斯基沒有回應 那我認為啦 我認為那個駐英國大使不是就說我們沒有要加入北約 呃 被否認 被否認 我跟你講啊 這事實上就凸顯出 施林斯基有點開始hold不住 他內部有不同意見 有人覺得要接受這個條件 對對對 那我事實上在你這個節目我曾經講過嘛 就是說 因為美國跟歐洲認為直接簽國際協議他們太沒面子嘛 所以你烏克蘭 施林斯基你自己幹了你就自己讓吧 你就自己讓 那問題是 你要讓到什麼樣的條件是普京可以接受的 那我認為 蕭茲對 施林斯基提出這兩個條件之後 雖然 施林斯基沒有回答啦 可是他去普丁 那邊一定是如實報告 那如實報告普丁就覺得這個可以喔 因為這個就是普丁要的 就他希望有一個白紙黑字 而且牽涉到 制度上的 制度上的約制嘛 而不是你口頭講啊 施林斯基說我不參加了 這沒有用啊 他希望有一個制度上 那就是對2019年明定烏克蘭加入北約這個條款要做修正 然後第二個就是10年內你不會發動這個政治行動 所以我認為啦 所以你才傳出白俄羅斯撤軍嘛 白俄羅斯那個演習撤軍就是在 這個蕭茲見完普丁之後發生 就是這個10年之約之後發生 對對對 那天剛好是2月15號 那蕭茲是2月14號去烏克蘭 15號去俄羅斯 然後就發生了這件事 然後就全球股市大漲這樣 所以都要感謝蕭茲 我猜蕭茲跟普丁可能都進場做多了 普丁頭顧最新喊進 這個 可是這個局還沒有結束啊 為什麼呢 因為還沒有簽嘛 對啊你剛剛所說的白紙黑字在哪裡 普丁要白紙黑字才相信 現在不是北約的白紙黑字 那就是烏克蘭的白紙黑字嗎 不可能是北約啦 對啊北約不願意 事實上就是羅曼蒂模式啦 就是法國德國烏克蘭跟那個俄羅斯啊 就是俄烏談判要有第三方當證人啊 這不能只是你跟我簽啊 到時候回去 所以你說你接下來會看到所謂的諾曼蒂模式重啟 然後會有一張白紙黑字 說烏克蘭十年內不加入北約 當然是這樣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進程發生嗎 你如果沒有這種東西 普京不可能撤了 所以戰爭陰影還在啊 本來就在啊 我哪有說已經撤了 現在不是 你不是說全球股市已經換 那只有一天啊 今天就沒怎麼漲 就發現好像這個劇情還故作迷臉 還早啦還早 我跟你講今天紐約時報又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他說普京後來有一個人就出來講話了 那個人是 以前布希 時代的國安的國安會的顧問 他就說普京的計畫絕對不是只有烏克蘭 就普京事實上是對冷戰之後的東歐 還有北約的整個佈局整體不滿 那烏克蘭只是第一張牌 他要的事實上還包括兩個東西啦 第一個就是 前蘇聯共和國啊 那波羅蒂海你已經參加北約就算了啊 可是前蘇聯共和國要比照烏克蘭辦理 都不能參加北約 那這個當然就是比如說摩托法啦 或者喬治亞啦等等 這第一個啊 那第二個就是 他們現在是北約國嗎 不是 還沒進 還沒有申請 所以烏克蘭是 指標 是啊 是當然前面就是 讓愛沙尼亞加入那個 俄羅斯也非常生氣啦 因為愛沙尼亞跟俄羅斯是有邊境的 而且你如果在愛沙尼亞裝 飛彈可以直接打阿摩斯克 那這個當然就是他擔心的部分 就說那這個就我講的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你在 這個距離 這個 蘇聯 蘇聯帝國很近的東歐 還有前蘇聯共和國 你不能佈置攻擊性武器 這是第二點 因為目前波蘭喔 那9月18日的文章是寫波蘭 他說波蘭的那個森林裡面的那個 所謂的反彈到那個防禦系統 恐怕才是普京真正care的東西 他是防禦也不是攻擊啊 對可是他隨時可以 可以轉一個方向就變攻擊了 對可以變成攻擊了 對沒有錯那 從波蘭那個森林地帶 就可以直接打到俄羅斯 然後 那當然還有波羅地亞參小國啦 你也不知道他會不會裝 因為 你記不記得我上次跟你講說 欸奇怪 12月21號 俄羅斯下最後通牒嘛 那跟美國搞了50幾天都沒有結果嘛 那美國為什麼還願意跟 俄羅斯談嘛對不對 那美國顯然早遠於更大的戰略佈局 跟普京完全一樣 我跟你講喔 這個就是大國博弈啦 受害的最深的就是烏克蘭 那第二的就是歐洲 兩邊的動機不太一樣 那個普京喔 俄羅斯的戰略佈局是 他要挑戰冷戰後的佈局 那他要的就是第一個 烏克蘭跟前蘇聯共和國 如果還沒有加入北約的 都不能參加北約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在我俄羅斯邊境的一些東歐 或者是前蘇聯共和國 你不能佈置攻擊性武器 那他指的事實上就是 波羅地埃三小國跟波蘭啦 我覺得這兩個才是他真正要的 所以不是只有烏克蘭啦 所以這個戲還沒有完欸 不過你把俄羅斯把普丁講得這麼的大 這麼大這麼偉大 那以現在俄羅斯的實力 這另外一回事 會不會想太多啊 他不是要對抗美國嗎 他是對抗歐洲嘛 那歐洲當然也不一定是他的對手 你說現在歐洲單一國家不是他的對手 不是他的對手 因為 德國法國現在對上俄羅斯 除了軍事實力之外 那現在就是在講軍事啊 他就是說反正我經濟不如你就算了 但是我在軍事上我覺得要展現我的獎勢 他遠遠超過啦 他軍事遺產還留下很多實力啦 那因為歐洲一直把他的國防交給北約嘛 那北約是美國主導的嘛 所以歐洲一直在談說要組這個歐盟 歐盟事實上應該要主導國防跟外交政策 可是他一直都被北約凌駕 那這一次就是說法國德國你們有沒有醒過來啊 就是說你要不要在歐盟體系裡面建立自己的歐洲國防軍啊 那這個就是美國看不起你的原因嘛 坦白講也是俄羅斯看不起你的原因嘛 他就認為你根本沒有什麼像亞的軍隊嘛 比如說馬克宏就說我們要組歐洲國防軍啊 我們要獨立自主啊 他就覺得你是吹牛的嘛 比如說歐洲國防軍他拿出來的編制只有五千人 五千人能做什麼 所以他就覺得你這個是兒戲啦 那歐洲如果這樣站起來 你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裡面有軍事怎麼可能啊 比如說這種問題你為什麼沒有辦法自己解決 為什麼一定要美國介入啊 這個就是我覺得這是主要的原因啦 俄羅斯看衰你歐洲國家 美國也是 美國所以美國完全用北約凌駕你 他根本不甩你啊 所以美國自己在那邊放CIA直接把軍情放給英語系的媒體嘛 然後德國跟法國在那邊跳嘛 表示什麼表示你的情報能力遠落後於美英的情報體系嘛 就美國的CIA跟英國的MI6啊 根本就沒有把你們的情報系統放在眼裡啦 他們也沒有能力反駁 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講了這麼多這麼多巨細迷移的資訊 可是都沒聽到德國法國任何聲說 我們收到的跟你說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長期在軍事還有情報上的投資 當然法國軍事設備上的投資還有一些不錯啦 可是他就是在部隊的一個部署上遠不及嘛 遠不及美國跟俄羅斯嘛 比如說前線指揮基地事實上都是美國在設啊 也不是你啊 人家是在你歐洲境內 比如說德國有2萬多人 那波蘭他現在要設空軍基地 那立陶宛也拜託你來設基地等等 那為什麼不是歐洲去設 所以人家當然看扁你嘛 所以這一次的 到底歐洲有沒有醒過來啊 到底醒過來了沒有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可是歐洲人這一次 應該嚇醒了吧 對可是這個要拿出決心跟資源啊